5月23日正值葬礼4月15日,宗教活动萨嘎达瓦迎来朝拜高峰。 在拉萨八阔传经道上,大批信众传经起伏,并有不少信众磕长头朝拜。 萨嘎达瓦月又称佛诞月,信众们通过传经、布施、放生、吃素等方式, 纪念释迦牟尼佛的诞生、成道以及涅槃。 葬礼4月,速食消费也迎来了一个高峰期, 各类餐饮企业推出多样速食菜单,满足食客用餐需求。 葬礼4月以来,我们这个店的生意越来越好了, 然后客人也越来越多了,因为是萨嘎达瓦月嘛, 专门推出了自助餐,然后推出了一些新的菜品, 比如说铁板素肉,铁板素肉的话是用肚子品做的一个菜。 然后我们这边外国游客也多,外国游客来的时候, 我们就专门推荐一些我们这个店里的特色菜。 铁板饭的话是我们藏族最基础的一个素食菜嘛, 所以我们就推出这个铁板,推荐这些菜品的同时, 然后推出一些我们藏族饮食文化。 萨嘎达瓦期间,素食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。 在餐饮市场中,不仅提供传统的藏式素食, 还会创新推出各种现代的素食料理。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香菜馆是吧, 然后我们不仅是传承我们香菜的一些东西, 而且我们要和各个民族然后融入进去,对吧, 我们尊重他们的信仰和他们的节日。 所以说在这个萨嘎达瓦节这一个月时间内,对吧, 我们然后就是说更多的去让藏族同胞知道我们香菜也有很多素食, 而且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好的。 萨嘎达瓦期间,各地寺庙都将举行各类佛式活动。 在葬礼4月15这天,各类活动都将迎来高峰。